物价非常年代 外食足 经常感叹连吃个便当都能让荷包瘦一圈 不过在桃园龙潭却有一间便当店 大大的招牌写着买便当送炸钱鸡 价格更是不到150元 炸得金黄酥脆的一整只鸡 刚扒开 鸡油和肉汁不断流出 高到破表的CP值 曾经缔造一天卖出500个便当的超狂记录 老板中年转职大多已倒闭收场 直到先前全台闹蛋荒 他心想 既然买不到蛋 那么吃鸡总行吧 决定要开卖炸全鸡便当 没想到歪打正着 意外开创了新商机 油锅中罪恶的声音滋滋作响 一只只炸得金黄酥脆的全鸡 用手轻轻一发开 鸡油肉汁不断流出 大口意药 咸香适中 滑嫩多汁 配着白饭吃 真过瘾 我觉得肉还蛮好吃 炸得很酥 调味得还蛮不错 它本身有腌过 所以它吃起来其实蛮下饭的 然后配菜也很够 全鸡热腾腾炸好 在铁盘上叠得有如一座小山丘 都快撑不住重量 尺寸甚至大到连便当盒都装不下 来一个全鸡 一个雪鱼饭好了 每便当送炸全鸡150元油爪 便当中还有三配菜搭配肉燥 CP值爆表吸引不少人抢买 最狂记录一天就卖上500份 第一次来买啊 那我现在看到成品 我觉得真的CP值很高 因为拳击还蛮大吃的 我觉得老板疯了吧 这怎么会赚钱 客人口中简直是疯了的老板 是中年转职的球球 原本它是开电脑店 却因智慧型手机与平板的崛起 导致生意重挫 决定转型从餐饮再出发 那又对餐饮有兴趣 然后就去学嘛 去学嘛 不会啊 因为也不会啊 我们是拿罗赖吧的啦 那不是拿菜刀的 不过转型餐饮哪那么容易 开过牛肉面 麻辣汤 海鲜粥 港式饮茶等店最终都已倒闭收场 看着原本在电脑界的朋友 事业发展如鱼得水 反而激发起他不服输的决心 一次次创业开店也要圆了 自己的梦想 也是不甘心啦 因为我们离开电脑 去从事餐饮的时候 其实后面 其实我们以前留在原来电脑界的人 其实靠着这波去直播带货 或者是做 都是赚到蛮多钱的 那我们来从事餐饮 就其实因为是外行嘛 所以就是 是蛮多挫折的啦 现在桃园龙潭再出发 传统的便当店该如何走出 自己的风格 老板求求想到前阵子 因为蛋黄总是买不到蛋 便临机一动 既然吃不到蛋 那吃鸡总行吧 我们是用差不多那个 黑鱼跟红鱼的土鸡 它是算是大约饲养 五六十天左右 五六十天 算是小土鸡啦 那一般是餐厅或饭店 用来做那种炖汤 再用那种土鸡这样子 整只小土鸡每日现点现炸 口感软嫩多汁 香气四溢 没有额外撒上调味料 原来秘诀就在腌料里 我们的粉里面就是会放一些 像十三香啊 盐啊 糖啊 胡椒 下去做调味 冷藏一个晚上 然后隔天就它把它 就会比较腌制入味 肉很鲜嫩 然后不会太咸 刚刚好 店里除了炸拳机之外 吸引偷客上门的 还有这一味 把西餐常见的猪肋排 放入滚烫油锅中 先炸后卤 食用十多种中药材 让猪肋排吸满咸甜卤汁 大块厚食吃起来嫩而不柴 滚的时候大约三五分钟 马上把它关小火 卤至到过四十分钟 是一个小时入味 这样就可以了 它口味蛮特别的 它有一些蒜味在里面 然后它的肉质蛮软嫩的 咬下去是就咬下来的 不会有些会黏住不好咬 或是肉太硬咬 会咬得嘴巴很酸 它不会 它嫩度还蛮好 肉质它蛮软的 所以咬下去的时候 不会说像一般的猪肋排 蛮老的咬不太下去 所以肉质很嫩 便当菜色用料不手软 只是开店藏成功 食材成本 管理细节 样样都是学问 老板求求的创业伙伴 林盈之坦言 沟通上确实花费不少时间来 达成共识 对于价格的订定 成本的订定 还有人员的管理 设计产品的流程 其实都花了蛮多的时间 用创新的便当煮菜 拉高CP值 扛住成本压力 利润稍赚些没关系 这一招果然让它闯出名后 而客人吃得开心 他更是发下豪雨 还想继续做全台没人做的便当 我们要做一些事情是 全台湾没有人做的 其实全台湾现在便当是没有人 拿这个菜品出来做便当的 因为这东西其实一般租了 它都会比较出现在西餐里面 但西餐里面又卖得很贵 但是我们想说 我们把它变成中餐 然后可以卖到很平价这样子 屡次创业失败反而让它越挫越勇 孤注一职扣着炸拳机便当翻身 也让人看见了它在逆境中展现的 追梦精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